大飛漢天下 這條片是今天最後一條片 今天下午她出去做了一個訪問 訪問了一個不是很出生的人 就是很出名的人 個個都知道這個人 但是對他了解不多 那今晚也要做一個錄播是關於港萬的 今天出去就是為了這件事 新聞不多 個個都還是核福水 核福水 日本 日本 實際上國際大事 或者除了大陸少少經濟狀況之外 香港成為笑話 要做八條片其實都是困難的 在我心目中 但是今天有條新聞很想講 就是拜登的民調 就是說拜登已經太老 不適合做總統或者競選2024年 是超過七成七人 這個是主流傳媒計的 而特朗普的精神面貌 甚至最新的就是贏了 過爾夫球的冠軍 他打贏全世界 因為他的十八動裡面 他用了六十七桿 連老虎 老虎仔都盛讚他 他說他都打不出這種成績 他的體能非常良好 但是這裡有一個人出現了 叫做柳森 加州州長 本身他是不應該在這裡出現的 因為現在整個民主黨 雖然他們對拜登沒有什麼信心 但是他們有一個選舉機器 拜登只要他一天參選 他們都不希望在這裡動搖到拜登的地位 雖然明知他不是好得 但是他們依然堅持 這種就是選舉機器 那柳森柳森是什麼人 加州州長 現在加州已經被他搞得民不聊生大量的人出逃 那當然這個是民主黨的選擇 每一個黑人要派三十幾萬 只要你一出生 膚色系的 他就派給你 用這種的政策 寧願購物 大量歡迎露宿者 甚至將重罪變輕罪 現在加州已經變成 成了罪犯和露宿者的天堂 但是在左派來講 他的民望是高的 來到這裡當然也要講特朗普 特朗普現在已經超過了三億人 看他和卡爾森的訪問 他裡面也提到過就是柳森 他說如果當拜登不能夠選2024的話 柳森就會頂替他 而當柳森上來這位極左人士 也都會令到美國永不翻身 這個當然不是特朗普的擔憂 也都看回當日的共和黨 在霍視新聞他們的表現 八個候選人 那個矛頭指著的當夜德桑蒂斯 這次完結了德桑蒂斯 有些人說他贏 當然支持者心目中說你贏 實際上他已經跌到共和黨的民調 在初選裡面已經排第三 甚至有些第四 第二都不保 但是在這個時候 他籌款是籌多了一百萬美金 特朗普不同 特朗普就用一張大頭照去到喬治亞州 霍原那裡的果映那張大頭照 就憑這張大頭照 特朗普是收獲了一千萬美金的捐款 兩個相差的是十倍 而特朗普也都說了 你們不支持他 不一定要捐錢 最緊要就住你自身的經濟能力去作出捐獻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錢 你不一定要支持我 或者堅強捐錢給他的 要尋求你實際的能力 這些就是所謂的溫度 他說如果你有多餘的錢 那你捐錢給他 它會令到美國再次偉大 做人的溫度 德桑蒂斯為什麼由百分之三十幾 一直跌跌跌跌跌跌到現在十個百分之不到 無非的就是德桑蒂斯他就是沒有這種溫度 他跟習近平一樣 他喜歡讀稿 公開辯論那裡 他拿著背稿 將他的觀點講了出來 但是別人看不到他的思想是什麼 所以他覺得很淒涼 在這裡適時的當然特朗普現在成為了唯一 拜登雖然他現在說他太老了 很多人不想拜登連臨 但是特朗普也都有一個隱憂的 就是四件的刑事案件 面對的是九十幾項的檢控 而最重要的是四個不同地方 紐約 華盛頓 喬治亞州 不同的地方 他們追殺的日子都希望在共和黨初選之前 要求那天附近上庭 就是說一定要將特朗普除去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出來參選 包括彭斯 包括德桑蒂斯 為什麼他們要參選 由頭到尾都沒有機會的 其實他們都在賭 賭的就是特朗普官司前身 他必定會脫腳 一脫腳的時候他們就有機會盛世而起 他們想的是這種小心事 其實當日霍士新聞有一個很好的環節 就是說如果特朗普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時候 還不支持特朗普 因為他們簽署了協議初選 當哪一個能夠贏初選的話 全部人都要支持他 除特朗普 因為特朗普沒有簽署這個文件 在這裡你就看到德桑蒂斯和彭斯 他們根本上是沒有能力可以做美國總統的 黑利他們四個堅持舉手即時 接著你就看到 德桑蒂斯很猶疑 又想舉又不想舉 接著隻手又不提高 在肩膀那裡搖兩下 好像貓一樣 彭斯也都遲疑到最後舉手 問他們 他們兩個賽後訪問他們都同一時間說 他們支持特朗普 但是他們不認為特朗普會成為共和黨的初選 勝出的人士代表共和黨選總統 因為就是這些官司前身 他們打算撿死雞 但是經過特朗普的推特訪問 即是X的訪問 創造到近三億的流量 他們深知自己無望 已經成全了德桑蒂斯會放棄 因為你做州長只可以做四年 即是兩屆 兩年一屆 兩年一屆 即是說如果你今屆你參選總統 你不能夠贏出的話 那你怎樣 你下年即是2024年選到2022年的 德州州長是不關你的事 你就要淡出你的政治生涯 所以成全的當然由特朗普爆出來 就是德桑蒂斯已經找後路 找什麼後路呢 他希望轉跑道 如果不能夠代表共和黨選總統的話 他就希望用他現在正如的知名度 他就選德州的參議員 因為做參議員的參議員 你贏到的話 他是無限期連任的 而一任都續六年 這個就是德桑蒂斯他已經打定了輸數 他也都打算轉跑道 不要硬陷 因為他都知道他沒有機會贏 在這裏你就見到一個更奇葩的現象 就是柳森 當拜登的民票越來越低 甚至大輸 特朗普如果聯盟中間選民的話 輸6% 特朗普能不能夠成為共和黨的參選人 就要看這四個州份 對他的刑事檢控 但是你看到共和黨這班人 1%他都要出來選 無非就是撿死雞心態 在這裏你就見到柳森 柳森是公開地邀請和德桑蒂斯公開辯論 柳森之前說過 他無意挑戰拜登 但是今時今日 哪一個都知道 拜登是沒有能力做2024 他不是特朗普 所以你都見到少少的心思 就是柳森公開地這樣 希望和德桑蒂斯公開辯論 希望他們兩個就是2024年的民主共和兩黨的參選人 兩個都在打這些如意算盤 那當然呢 如果你問我 特朗普會不會贏 會 很多人潑冷水 他說 我們要的是美國再次偉大 可以沒有特朗普的 如果沒有特朗普這種性格 他就不是美國再次偉大 因為你要堅毅不屈 現在面對民主黨的司法追散 跟著他換了個人就不會了 民主黨是不能夠容許有美國優先的政策和特朗普 其實當日奧巴馬 他臨離職的時候 他接受傳媒的訪問他講過 他說特朗普做四年 勉強了同德 如果特朗普做八年的話 他會將他定下所有的規矩 連上主流傳媒和司法部 一鋪過 訴清 為什麼一定要特朗普 因為只有特朗普才有這種人格魅力 還有面對困難 他是盈難而上 如果他要不參選總統 明節保身的話 當他一被刑事起訴的時候 他只要簽署一份刑事的妥協書 不參選總統 民主黨就必然放他 那你認為第二個行舉的政策 做不做到 很多人就不停這樣說 哇 沒了他 更加多中間選民會支持共和黨 也都不會令到美國分裂 因為只要有特朗普 民主黨就會追殺到底 那我想問 你憑什麼說 沒了特朗普 第二個上委就先不追殺 這種這樣的論調 在很多事事評論員身上我找到 垃圾都不如 不是要支持特朗普 而是特朗普 他才是真真正正正在做這件事 其他你看到八個候選人 即使你找任何一個代替特朗普都好 他都沒有這把火 何況 當司法追殺的時候 你為了能夠贏大選 你連一個正確正義的價值觀都沒有 這些人不停跟你說的 就是功利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些人去中國 回中國大陸走什麼出來 其實我近幾天都見到這些這樣的聲音 在國內走出來的大V 他們都是這樣 有些也都在傳 特朗普官司前身 即使他做了總統 他都沒有能力去服務市民 因為他不停地被司法追殺 他要把他的精力放在那裡 你都會殺我 如果真的的話 特朗普今時今日 他都不會有任何的精力 在為選總統的時候走出來 還有心情去打過爾夫球 這些就是小人的去想君子 特朗普遲了 如果真的司法追殺 要他坐牢的話 即使他能夠贏到總統 當他輸了的時候 接著他就會成為街下囚 又有一種聲音說 我們支持特朗普不想他那麼辛苦 不想他老人家 即使做完總統之後 他要面臨坐牢 所以特朗普你退選 你這種聲音不停在我身邊出現 也都令到我很驚訝 柳森和德桑蒂斯 會不會成為拜登和特朗普之後的參選人 我們儘管拭目以待 但是我不覺得特朗普有任何的退出 尤其是這些司法不公 我們儘管放長雙眼看 不停地說共和黨你贏了 但是中間選民這種聲音 為什麼中間選民一定要 他說主流傳媒去抹黑他們看主流傳媒 其實如果是這樣 那些根本上就不是關心政治 也都不是關心中間選民 而是他們本身就是偏左 三億人看的訪問 會不會令到很多的中間選民得到更大的信息 當一個人被司法追殺 而我們不站在他後面頂住 下一個就是你了 傻仔 這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泰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比賽 大菲安丁娜 需要大家支持 可以的話請大菲一杯咖啡 拜拜 IM澳洲移民公司專注移民二十多年 為十八至四十七歲香港人精選最出色的移民課程 全程學費港幣十五萬內 無需瓦斯成績 我們為十八到三十一歲的港人申請工作假期簽證 合資格人士 僱主願意提供勞工移民擔保 有護理資格的港人 可以推薦僱主安排工作 辦理勞工頂居簽證 無年期上限 我們亦為五十歲以上的港人申請居留簽證 澳洲比英國更易找公同入籍 無論在香港 英國 台灣的朋友想移民澳洲 就快點找Christy啦